大家好,我是Trisha,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今下轉匯將開放已將近半個月 雖然不乏有夏威斯、蘇布斯拉爾、美神曼 這些數千萬歐元轉匯費的交易產生 但過億歐元的暫時只有比零含一人 而今次想和大家說的是哈利·卡利和麥巴比 如果轉匯的話,轉匯費絕對不會低過一億歐元 由於卡利和麥巴比的合同只剩下最後一年 所以他們會成為今個下昌轉匯的大紅人 就目前情況來看,兩人都有可能在今下更換球隊 講回卡利方面,無論在熱次還是在英格蘭國家隊 他都充分證明自己是對史上最佳的前鋒 即使他即將進入30歲,但狀態亦沒有下滑跡象 上規球會各項賽事繼續交出超過30球成績 而國家隊方面亦在今年3月時,加冕英格蘭歷史上最佳射手 作為熱次的清分,他一直以來都想幫助球隊取得成功 但無奈每次都被現實打敗 以至於過往追求他的球隊都不少 好像有曼城、曼聯、祖雲達斯這些豪門 早在交組時已經與卡利傳出緋聞 再到了現在的王家馬德里、巴黎聖日門和巴仁姆尼克 今下求購他最為積極的一定是德加班霸霸人 據稱他們已送上第二次報價 金額達8,000萬歐元再加浮動獎金 但以次主席利維依然不為所懂 他們對卡利的估值是1.4億歐元 其實以次邀家強硬是想客退一眾追求者 從而希望能夠說服卡利可以續約 據稱他們開出40萬英鎊周身的逐一合同來到挽留卡利 但看不到球隊有前景的情況下 卡利無疑更傾向於前往拜仁茂尼克為冠軍而戰 至於另一邊講講麥巴比 與老老實實的卡利相比 麥巴比就要有少少狡猾 之前他已公開表示繼續為聖日門效力 不會為自己帶來甚麼幫助 亦指出這支球隊進行內部分裂當中 就算如此,麥巴比也沒有打算在今下離隊 亦不會續讓 原因是在於他想多留一個賽季 能夠獲得9,000萬歐元的忠誠獎金 這個舉動激怒了球會老闆艾基拉菲有獎 當下巴黎聖日門迫切希望送走這位尊貴大人 交易麥巴比可以為他們省回1.62億歐元 即是包括人工和忠誠獎金 同時考慮到這位法國球星的身價 至少能獲得一筆不少於2億歐元的轉會費 全部加在一起 聖日門同時能賺到同時省分 在麥巴比身上獲得大約3.62億歐元 但目前全歐洲除了王家馬德里之外 沒有球隊夠膽接手麥巴比 而王家馬德里亦看透一齊 無意花費巨額的前提之下 去得到這位法國球星 寧願再等多一年 可以在明年下窗面簽他 據最新消息 沙地投資基金有意介入麥巴比 願支付轉會費 令這位法國球星 去沙地阿拉伯職業聯賽打球一年 之後以自由身加盟到王家馬德里 當然即使有人願意買單 但麥巴比亦未必會接受 接下來的一個半月這個轉會槍當中 麥巴比和聖日門的鬧劇 會如何發展呢?真是拭目以待